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视九九重阳 这九天的修道和修法 你真要做天生 你需要借这九颗星 用自己的近虚空变法界的五亮光 一念间借助这九颗星 重组一个天生 你要来人间弘道 你必须借着这个有脊椎骨 有五脏六腑 有形体的肉身来弘道 你要做一个天生 你是不是也要借物显灵啊 Yes 你借什么物 借大雄星座 小雄星座的北极星 加上一个刚斗七星和两个暗星 北斗九星 北斗景星组成一个身体 变成了天人神 真神 这就是天生 这就是天生 所以复物显灵告诉我们 就是大家看大屏幕 这张图谱 就是你要在天界显天生 超越太阳系 超越太阳系 银河系 在宇宙中显极大天生 这个骨架子就是北斗九星 你的真心必须放在北极星 所以一个道文化 何以了得 何其了得 大家是太不珍惜了 我们此文化传承五千年 但是历代师父 偶心律却 选择传承人而不丢 什么原因 就是让大家借此一抱身 定当成佛道 人生极其难得 今一得之 莫忘用 不要胡乱地起用 大家看我们修北斗七星灯法的时候 可以延生结命 那么那七灯 淡中天目 宁晚 这个甲极 命门 这个下丹田 还有这个海底轮 不是这个生发宫 生发宫 女的子宫口 男的前列线 升起的这个灯 那么北极 在自己的皇庭 巨门和贪狼 和连真心灯命门 三点连线的中间 也就在贪狼心灯 和这个连真心灯的 横线的中段 就是你的皇庭 就是北极心 就是天心为北极 人心为皇庭 一点不死明眼 所以是我们人身 也是内七星 因为人是一个小宇宙 和天身浓缩而成的 所以在这个太上玄灵 北斗本命 延生真经中讲 我们北斗才是给你命的 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 人是宇宙的小缩影 人体内有北斗七星 有南斗六星 东斗三星 四斗四星 中斗五星 北极一星 天一星 就是人是天身的缩影 这叫天人合一 那么你们修到今天 下一步从空明法要修空色法 你必须在宇宙 身外的宇宙 去修一个天身 借用什么东西 来了 这是久久重阳 回家登高远望 是离开自己的肉体 到头顶之上 回到法界去登高 然后变成北斗九星 为自己的身体来望下远望 现在明白了吗 哪是你们在活在自己的臭皮囊里面 小肚鸡肠的我想得大道的 妄想痴心 所以自己要修一个天身 非得从肉壳中 把自己的真我 明空之体释放出去 这个叫恋神还须之招 不能再灼在肉身中 还须之后 虚无所处 就没有妙用 虚有所处 我要化在北斗九皇和天心北脊 为体 听明白了吗 很多人不重视 哎呀又是一个结 哎呀又是什么东西 哎呀不过是这样的 不过又是师父想骗钱的招 对不起 你还是留着你的钱去堕落吧 钱这个玩意害人惊 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 你舍不得孩子做不成仙 舍不得金钱 就刚才台湾这位同修一样 你已经是不能吃不能喝了 下不了床了 你还要着那点钱干什么 你还舍不得那点钱干什么 舍干净的走人呢 为什么不去做啊 还要挂念着 还要想着死了还在用这个钱 所以是大家知道 你们为什么会有痛苦 舍不得钱财 舍不得名利 无非一个残呀 色啊 明啊 吃啊 睡啊 舍了就没有地狱了 只有天堂了 恋神还须了 到太虚空去 以星辰为题 到了北斗七星化成 北斗真元君 到了东斗化成 东斗真元君 到了西斗化成 西斗真元君 到南斗化成 南斗性元君 到中斗为中天 性元君 自己就成天神天神了 那何其自在 何其伟大 居在自己的入壳身里 你何其的北北北小 变成小人 所以说古代一个 炼神环须的招 是要破此身体的舒服 回归天界 通道在哪里 这个北斗七星里面 有一个门 叫什么门呢 什么门呢 锯门呢 所以是为什么让大家 一定要用词 保月轮出去呢 从月轮中出去的就是真 从大脑中想象的出去的 就是假 一假就一切假 我们从开始教学到现在 一致强调止观止观 你们用了吗 最近又教了你们月轮 菩萨良悦 菩萨宝悦 用了吗 明明这是真实菩提心 你就不用真实菩提心 你就用假的三摩地 用大脑袋拼命地想想想 北斗七星明明告诉你有一个巨门 你要从此门才能巨大 才能变天生 所以今天正法跟邪法 只有一点点差距 会不会用此保月轮呢 在法本上都一样 要化成什么 要怎么样 空性已成 空性已成之前的怎么修这个空性 没讲啊 但是师父领进门就在修 进门进门 巨门进去 就是修此保月轮呢 你们修了吗 练了吗 有几个真正重视的 师父也教这个法嘛 这个网络上也有很多啊 很多上师也教这个法 让我们装观音 让我们觉得自己是观音 想着自己是观音 这是什么正道 人间正道是桑桑 只有一门是正法 就是保月轮 明空之法 入门之法 从此门 巨门进去 恋神还须 以心体为结构点 做成自己的脊椎骨 做成自己的三台 中台 上台 下丹田 三丹田 上中下 三丹田 自己的胸骨 脊椎骨 自己的圣发宫 自己的下面的 这个上面的 所有的这个结构体 以七星 九星为 两个隐星 为左右肾 在天上形成了 天身五脏 六腑 三滩田 为三台 为脊椎骨 为胸骨 有了骨架子 有了五脏 然后 天身形成 天身巨大身 可以立得 整个被大雄星座 小雄星座 难过的宇宙 远远超过了银河系 所以是大家都懂的巨大天身 有用 叫修天身 你没有修成罗汉身 菩萨身 要修天身 怎么修 怎么修 今天给你们解密 这本来都是空色课程中的内容 要重视 前膝连接 和什么连接 你们体内 练七星的地方都是大翘穴 都要生热 生暖 生热 生暖之后 觉得那里热了 不是想象的热 是灵觉 是圆明 灵觉圆明 就是真我 灵觉圆明 就是真神 真神 这个在心脏 叫心神 在肺脏 叫肺神 在北斗 九星 为九黄 现在明白了吗 就是一个 精气神 何以了得 精气神 为三宝 何以了得 日月星 三光 为天之三宝 又何以了得 你以此 北斗九黄 这心体 为自己的 天身结构体 以日月为目 以自己的 日月星的心 为北极 这多厉害啊 所以 大家要知道 我们 讲到 四年级 没讲完 五年级的 更高层次的 炼神环须之道 是要用空色的 空色不是 凭空的想象 是凭借着 宇宙的 物 要在于物也 借物 显灵也 没有这些物 你哪有 真实的天身 就是你真正的 天身里面 是 北斗 九黄 三台真君 这是天身之神明 在你自己的 真灵 圆 决 心的 真意 真念之下 利乐 有情 你是用 巨大的天身 来利的 更多的 有情 不是 因此 弱小的 入身 在人间 接渡你 这么几个 兄弟姐妹 父母 亲人 而是要到天中 度天人 度天神 度神明 天有 玉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说是 广大 圆满 此天之修 非得 假界 北极 假界 北斗 九黄 乃至未来 要让你们 他刚不斗 要和 东斗 西斗 南斗 北斗 中斗 相和 真正的天人 和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 无量